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又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了 但老师在这个时候不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因为端午节它本身不是为了纪念让你快乐的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 然后频道前的每位同学们每位朋友们 你们哪个幸福开心 然后生活顺利 那么这期节目的话 老师将和大家来讲一下去源 当然我的这个讲解去源的话 可能和大家以前听到的会有一点 也许会有不一样 第一个我讲去源 为什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诗人 是第一点 但前面我会提到去源 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什么爱国诗人 它身上没有太多到过 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东西可以值得学习 但前面我们也会说去源 其实有三大比爱国主义更重要的精神 其实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最有意思的 就是去源为什么不应该投将 去源它为什么不应该自杀呢 就是从老师的角度来看 它为什么不应该自杀 那么它不应该自杀 它应该怎么做呢 它应该怎么去做 才会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这个我放到最后一部分 作为压咒的来讲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前面的话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去源它到底是 就是说更多历史故事 就是去源它是怎么使的 为什么我们要来制念它 就是说去源的话 它原来应该是就是楚国时的话 就是相当于战国弃熊那个时候 然后就是它是楚国人 这位老师也是楚国人 其实我本身也是涂山涂山的楚国人 但是所在地嘛 因为我是湖南人 就是说楚国其实包括湖南湖北 然后还有江西那一块嘛 其实都叫楚国 然后的话就是 它原来是一个大官 就主将做到一个大官 就是做到一个 类似于傅宰相一个职位 就是去源 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官 他的大的官就负责给这个皇帝嘛 当时的楚牌王 其实当时的楚国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 比秦国要好一点 秦国已经独裁到一个法系师了 我们接下来会就说 但是它是一个大官 就是给皇帝出一些对策的 能影响一些决策的东西 他当时就受制于当时楚国 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嘛 然后他当时就比较能够 去提一些建议 一个的话是他就是希望能够举行 还有一个就是法制嘛 简单理解就是可以这样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楚国用的人才嘛 我不应该 我需要用为贤而知 就是说你那些人有财呢 我用你 不如说你是有背景的豪宫贵族 然后我就能用 因为当时楚国家天下嘛 家天下你知道 他很多佣人都是为亲的 所以当时楚国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家天下的独裁国家 所以为亲嘛 所以他并不是危险 所以就是也会导致因为 你用的都不是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都是一些那个庸产 所以你社会矛盾自然就会多 那另外就是法制嘛 家天下那法制从何来论 对不对 独裁国家拿来的法制 所以当时楚国也是一样 那么就是说很多皇亲贵族什么犯法不要紧 就可以那种比较就是比较放肆吧 然后当时就居然就觉得因为他也是负载项的职位 然后就是想就应该进行这个改革 你必须要进行改革 你自然通过这样改革 你如果说楚国才能强大对不对 你说我们楚国对吧 所以要有残忍的人 然后去掌控这个国家 然后同时比较平等 在法制情况下大家比较平等 这个时候你不就强大了 不然你不一直剥下去 所以大家追上这个改革 但是你自然想 你这个你要想改变这个社会 你要想改革 那当然会出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就是当时所谓的皇亲贵族 就是王侯那一块嘛 就是他当然就不希望你能用到闲 那嫌了我的范围怎么办 所以他就直接反对 那也不像法治 你平常要运输我 本来就我家的天下 对不对 那我胡作非为 也没有什么民主观念 所以就对屈原就比较那个了 所以这个屈原的改革 就进入深水区了 就是没法再改下去了 最后的话 然后就是屈原就被 有一些所谓的奸臣之类的 然后就给弄弄弄弄过去 然后屈原就被罢掉了 就相当于后面被流落 被发配到那个湖南地区了 就是后面他头的那个地方 叫米罗江嘛 就是我们湖南那个 米罗江 就是湖南一北 就是和湖北的那个 湖北和湖南中间 就是湖南比较北边 那个地方 叫米罗江 他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做了离烧的很多东西 就是最后 最后因为楚国 他自己也不进行改革 然后最后面对一个 秦国的法西斯的国家 他根本打不过嘛 所以最后就 就就投降自杀了 所以后来为了纪念他 纪念他的几种精神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 黄伦桌吃粽子 就是也是这个过程 那么吃粽子是为什么 是因为当时 去源投到那个家里面之后 大家就觉得就希望 去鱼啊 就不要吃去源的尸体嘛 然后就把那个米包成这个粽子 然后放到家里面给鱼吃 希望能够去源能够的尸体 不要吃它的尸体 也就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 其实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雕米的粽子都不是用来吃的 是用来喂鱼的 所以从历史上这么来说 整个就是简介的话 就是去源的整个过程 最本质的问题是 当时那个社会制度 就真的是农牧下去源他们这样的改革派 就是改革的创新派 就是叫民族派吧 就是这波来说存在 最后他被纸粮之后 最后楚国完掉之后 被秦国攻破 最后就死掉了 是这个过程度 那么后来为什么要纪念去源 其实去年去源 最开始纪念去源 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爱国诗人 因为我们会说 主要是纪念去源的话 觉得主要还是 老百姓主要是怀念他的三点原因 第一点的话 就是他的又国又民 就去源是一个很有社会 他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 主要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个政治家 所以非常又国又民 像他的世代里面 有爱民生之多奸 有很多关注老百姓底层生活 所以他是 他的那个对楚国的爱的话 是比较实的 就比较结实的 就他心里面 其实是赚的人民 所以这个时候 其他的人嘛 特别是像胡杨人这边 每年纪念活动都比较 比较那个多的 像我还小时候 基本上每年段落节 有很多的宗祠里面 华龙州什么的 就是还是很火热的 就是去源还是非常有感情 第一个是 他心里面赚的人民 所以他的这个爱楚国啊 包括爱啊 当然他本身也对楚怀王 就是也是有很感情的 比如说他们在一起很多年 所以就是说的 又国又民的这种情怀 就是一种社会责任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的 像现在的胡乡文化也好 还是现在我们应该学的 我们就应该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况 就是很普通的这些老百姓的一个生存状 满酒民有的一些社会关注和一些社会责任 这是第一点 这是讲到那个去源 第二点的话 是大家非常推崇他的改革措施 这个是真的 第一个是所谓他的举贤 自动就是用人为贤 为什么后来要推崇他的措施 其实秦朝 秦国建立以后 包括后面的中国中国的国家 其实一直都很难做到 用人为贤 一直都是家庭下 所以都用人为亲 所以老百姓很缺这个 所以就比较怀念 所以一个是他的举贤制度 应该就是他的法制策略 就中国民众真的是几千年来 是深受这个法律 这个科法 就叫刑法 刑法这个东西的迫害 不公 比如说皇后贵族杀个人不要紧 然后跟你家随便乱搞 然后强奸什么的 然后看到哪个漂亮的 这个妇女 直接拉回这个宫廷里面 然后直接强奸掉 都没有关系 就关不上这个斯大夫 甚至根本说的皇后贵族 就是他们的胡作非为 虽然老百姓就特别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非常怀念去源 就是说他的这些改革的措施 就希望有一个社会 能够做到用人为贤 和有法制的一个社会 这个可能很多历史书上 并没有说 但作为你如果 你如果就看那个去源的历史背景 或者说你有这样一个历史 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老百姓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包括现在底层的民族 也是比较东西 就是说也是大家为了 纪念去源的一个动力 第三个其实就是 就是去源的那种 对知识 那种对他的理想主义的 一个求索的精神 就是他的一个求索 去源其实是一个比较 比较真的比较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他的实际 就路漫漫期休远夕 无将上下而求索 就是他的那种求索的精神 去追求他的改革的梦想也好 他对未来的人民的 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好 就他这种求索的精神 就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其实是大家非常尊敬的 每个人都有生活 没有向往 其实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向往 所以这种情怀 这以下商界的话 其实他本质上才构成的 就是说现在人去纪念去源 他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原因 对 那么楚国人当然纪念去源的话 很重要是因为他对楚国的爱 因为楚国人后面也深受秦国 法律式秦国的这个暴政 你这个像我们楚国 当时被那么秦国杀了很多人 都是屠杀之类的 所以也是深受其汉 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 这个 什么储随三户 王情必储 他的意思其实当时就是楚国人对秦国人很恨 为什么很惯 就是法律式秦国 对我们太惨了 太残暴了 所以 这是纪念去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他的爱国主义 其实他的这个国 我没怎么打一个引号 当然不是说他一点也不爱国 他在这个国其实他指的是什么 他并没有爱我们传统意义上 所谓的那个大的中国那个秦朝 他是不爱秦朝 他并不爱这个秦朝或者这个秦国 他其实爱的是楚国 对你如果把楚国叫一个国家 但是他不是传统意义上 那现在传统意义上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 中国的历史按正常来说 应该是爱秦朝的这个 才叫这个爱国主义 他是爱这个楚国 那么你现在原来说楚国 他最多也就是几个神 神分的意思 最多他是这个爱神主义的一个 反正他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所谓爱国主义 而且他的这个本质上 他的这个爱国主义也不空洞 也和现在所谓的空洞的爱国不一样 他的爱国主义是很真实的 就他的诗里面也好 他的爱国主义其实更多体现了 有名声的那种 就是他就是巨原的诗是 他的爱国主义非常的实 他和现在有一些那个 和现在的空洞的爱国主义是不一样 他的里面是就是这个优国优民 就是他里面装的是 这个他在巨原心目中的国家里面 是由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民众 所堆积起来的 一个非常扎 非常精实的 以这样一个国家的意思 所以他希望这个国家进行改革 能有一个法治 能有一个这个平等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所以这个巨原 他的爱国主义 我觉得巨原他并 所以说我就在 在梁诺上面说 我说巨原他为什么不是这个 我打了个影响 就是他是一个爱国事人 我也希望就是说 各位同学们 然后你们能够知道 就是巨原的爱国主义 和现在包括很多人 所鼓吹的这种爱国主义 他本质的这种空洞的爱国主义 他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巨原的爱国主义 它是一种比较 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爱国主义 如果爱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没有具体的 每一个人民的话 那么这种爱国主义 其实他就是没有意义的 他真的就是一个虚假的爱国主义 但巨原的爱国主义 从他的池里面来看 还是他最后来看 最后他为什么死掉 也是看见那个楚国被淪陷 有人说是因为楚国 我忘了他死 其实不是 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当时 楚国淪陷的时候 他在那个城市里面 看见满地都是被 秦朝人屠杀过的 那个尸体 然后他对老百姓的那种 那种惨状 当时也刺激了他 再加上 也有前面那个亡国的情绪 所以各种情绪堆一之下 他就愤怒了 然后跳江而亡 所以是秦国 所以他就死掉了 那么巨原为什么会不爱秦国 他为什么会不爱秦国 这个其实 其实如果秦国真的是一个 比较善良的国家的话 其实巨原也可能会爱 但是秦国他明显不是 那么接下来 这个我们会 我将来会引出 为什么巨原不应该投江 他们两个是一个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 比较有意思 就你首先看秦国是一个什么国家 秦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法西斯的国家 虽然秦国那个时候的话 然后并没有出现法西斯这个词 但是其实秦国 它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 秦国 你看为什么 它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 它其实为了 它为了打赢 这个秦国的这个统治阶级 它这个特权基产 它为了这个 把其他的国家吞掉 实现自己的野心 他其实有有法 就像就把秦国进行这个法西斯化 然后怎么把它法西斯化 就是说通过三条途径 第一个就是他所谓的思想控制 就是思想控制 他这个思想控制很严的 就当时是焚书坑炉的政策 就是把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书 全部烧掉 然后把那个不一样的人全部杀掉 就进行强烈的思想控制 把他的民众当作一种稀老的工具 就相当于是他一个工具 一个图 一个统治天下的一个特权的工具 就是秦子皇 以及秦王嬴政 以及包括他父亲 包括后面 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那个阶级 那个阶级的一个统治的工具 这是第一点 他实际的思想控制 第二个是社会控制 清朝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历史你要知道 它一个叫年座制度 年座制度 就是互相举报的年座制度 秦朝发明了 年座是什么呢 就如果我发现你们家那个邻居 他是年座到邻居啊 就发现你们家邻居不听话的话 或者有什么不当言论啊 寻信知识的事情 你也要受罚 你你邻居犯了死刑的话 你可能是无期 甚至你有可能 干掉 邻居如果是寻信知识的话 你至少是行政拘留 也得要去拘留几天 别人距离七天 你可能距离五天 就这样 就他这个年座制度 而且他非常鼓励举报 秦朝特别是民众之间就互相举报啊 为什么年座啊 而且他鼓励举报 就我看 这个你你你今天那个 说了什么坏话吗 说了有没有秦始皇啊 皇帝什么坏话 我就举报你 或者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投敌的呀 或者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 把自己的这个粮食啊 然后不上交给这个国家 比如说秦朝打仗嘛 有那么多粮食 你没年 所以你要争粮的时候 然后你就要争过去 或者要撞钉啊 你没有被 有没有把人家耳朵藏起来 就通过这种举报制度 这种年座制度和举报制度 就摧毁了什么 前面有个摧毁了思想自由 这个这个比中华民族破坏太大了 基本上到后面几千年都深受其害 第二个是年座制度 他摧毁了一个什么 他摧毁了这个社会信用 就这个民众的互相举报啊 包括这种年座制度 他摧毁了一个社会性 因为大家都是在互相举报 都不相信 所以社会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的比较适合统治嘛 就落明 你看三军书 三军书里面的那个 就三阳搞的那个 就是 现在传说三阳谈是写了 怎么去统治老百姓的这个书 就他摧毁了这个社会信用 这个是破坏太大了 这个一直到今天都没修复 你说秦朝之后到现在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的时间 超过两千多年的时间 中国的社会一直互害 互相举报 互害的 就是互相举报 而且年座 就是民众和民众之间都去化信用 包括现在我们 你看我们社会上 你有信任吗 你觉得你 你是新闻的一个陌生人吗 就大家都普遍去化信用 都一盘傻子 所以这个破坏太严重了 第三个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就是彻底把它法西斯化 就俊能的法西斯化 他他搞了一个 他就是搞了一个要军功绝的 绝的一个东西 我看看绝子怎么写 马带绝 大概就这么写 就是侯绝的绝 大概就军功绝 他搞了一个什么军功绝 我觉得就是人头嘛 就是敌人的人头 他就军绝的士兵怎么升迁啊 就你底层士兵到高层的士兵 你怎么去升迁的 你要砍人头 你把敌人的人头 割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人头算一个积分 或者算一个什么积分 你达到多少积分了 你就可以分到多少田地 然后你就可以从什么士兵 升到什么什么掌 类似什么 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年长排长 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就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官 升到军官 就这么升 比较好的升到什么杨姓将军啊 所以一个人头 就是一个积分 或者十个积分 反正你就怎么换吧 就这样的 所以他是通过这个军功绝啊 所以秦朝的士兵们 我靠一开始思想上被洗脑了 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僵尸 然后另外社会又强烈的控制了他 然后进行这种举报 再加上又军功绝的这种 彻底军人的法西斯化 然后所以他们就成了一个什么 彻底的法西斯 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僵尸啊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秦朝的军队杀了那么残暴 真的很残暴的 一下就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 对不对 而且基本上所到的城市图啊 图得干干净净 秦朝年图得干干净净 就特别是那个可反抗的 都图得干干净净 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样一个 叫什么叫屠杀呢 其实他就是这个军功绝的时候所影响的一个东西 你想想 我们楚国人 包括其他的国家的人也是一样的 你的敌人在他的眼中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不是一个人类 你一个是什么 你是钱 你是地 你是他的公爵 所以他不用力的砍你的脑袋吗 他不仅砍敌人的脑袋 他砍自己的人的脑袋 然后去史书记载 就是说你秦朝的时候 然后那些个 比如说自己本国的士兵 伤残了 或者已经死掉了 或者什么的 他还把自己国家的这个人的脑袋砍下来去领赏 就是你知道那个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人已经到了哪一种地步 你知道吗 就是已经完全法西斯了 这比法西斯还残暴 我告诉你希特勒都没他这么残暴 你信不信 你去看历史的希特勒有这么做吗 希特勒有什么的 有军共局吗 都没这 希特勒前面两个做的 后面军共局都没做这么残暴 所以德国法西斯也没说砍人家人头 拿回去凝赏做积分 所以他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的国家 那么这种法西斯的国家 对于希元这种 忧国忧民的人 比较关心人民疾苦的人的话 他怎么可能去爱他 所以居然不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士兰 也不可能去爱秦国 那居然为什么死 在看到秦国的残暴之后 他真的就对这个社会失望了 他就死掉了 而且 秦国他整个东西是摧毁的那个 然后秦国他还 他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他摧毁了他的正能信用 就是他政权信用 政权信用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的威严 政府的威严 就政府你说啥话 你做啥事 有人有人信你 对不对 然后摧毁了他 他整个摧毁了政权 秦朝 秦国他就很奸诈 历史上他非常奸诈 你就当年他那个 怎么骗楚国的 就离间楚国和齐国 当然也是 楚怀王他自己的原因 因为他也是一个 独裁的国家 他怎么做的 他当时就是说 你现在原来是楚国和齐国 然后是进行结交的 去对抗秦国 他为了理见他 就跟楚怀王说 你去和齐国分掉 就崩掉 你和他为敌 然后你和我在一起 我直接就给你600里 就是所谓的 600里土地 但楚怀王老在进水了 但他不知道法西斯本身 你看他整个社会 这些都是用谎言所塑造的 他怎么可能说出来 就是可信的话 但是楚怀王 楚国所谓的 他自己所信的 这个人一把 就当时他就真信了 现在他和齐国崩了 和齐国崩了之后 最后秦国跟他说 我没说过600里 我只说了6里 6里就讲了100倍 所以这个时候 楚怀王就深深的 就觉得被伤害了 然后就冒然的开战什么的 就是说秦国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他连都不要了 你知道吗 就连最基本的性能都不要了 就老师前来的节目也说过 就这种谎言的东西太可恶了 你可能得到临时的一点利益 但是你失去的是你这个政权的信用 对吧 政府的信用 对 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华民族 毒害到至今啊 你现在你包括很多 比如说相信后黑学的 相信帝王术的这样的政府和政权 你现在你说这个老百姓对政府 现在也有很多质疑和信任 包括好多的事情发生 大家根本就不信 包括历史上也是一样的不信 为什么 这个不无关系 你失去你的政权信用 你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你出言出而反而 今天说这个给600里 明天说给6里 你这是什么 这是借嘛 就是奸诈嘛 这种东西 就是说 整个过程下来之后 然后 所以说去远 他是觉得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 所以他就 他就跳海了 而且他不可能去 爱这个所谓的秦国 不管你是大秦也好 还是小秦也好 反正楚国人应该是不会去爱这个秦国的 至少我是不爱 不自尽为我做楚国人 我是特别讨厌秦国的 然后就说他秦国的法语师 那么这要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说 去远他为什么不应该投江 如果我是去远的话 我为什么不会投江 你要看到 秦国他虽然统一了七国 是把这个土地上是看起来统一起来了 他杀了多少人呢 对不对 首先他的国力就已经非常虚弱了 因为他杀了那么多的人 人口经济就基本上已经被摧毁了 他不知道血流成果 而且很多人都对秦国很怨恨 所以再加上秦国 你看思想控制 社会连着 破坏了社会信用 他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社会信用 他能发展吗 他怎么可能发展 另外他 他就是一个非常出言 这个凡尔的一个国家 就是政权信用 他有他的这个 政权信用就没了 另外的话 他原来是使用的军工决 军工决这个人头 那如果他统一天下来没有人头了 那军队里面 他们也没有上限的渠道 所以这个时候秦朝 他主要是因为他缺乏一个社会信用 和他的政权信用 都已经完全被损失殆尽了 这样的国家 他不可能寿命很长久了 但他原来纪律的那个社会矛盾 他一定会 这种在法西斯这种独裁国家 他马上就会尖锐 他做的越极端 他的寿命越短 所以秦朝他就是做的这么极端 所以他 他才多少年 20年还是多少年 就没了 就立马就返了 所以后面那种向于牛邦 什么承胜无管起义 现在承胜无管接干起义 马上就起义了 没多少年 可能就20年 所以去员没必要 去员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他为什么要投江 我觉得我是去员就不会投江 对不对 你如果 去员 当时他的觉悟还看不到老师这一步 他他看到他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 但是他自己内在的矛盾更加坚论 因为他是一个独裁的法西斯政权 他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 而且他没有纠缩的机制 他马上就会崩溃 去员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他就应该去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面 然后去熟读兵书 熟读军书 学习一些战略 学习一些管理战略 怎么去管理战略 等秦朝有一天崩溃的时候 他会扶着他心目中真正的明军 不一定是楚牌王 也不一定是项羽 或者是刘邦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 就是说把秦朝灭掉啊 就灭掉这种法西斯的国家 对不对 灭掉他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才是这个 我觉得去员他未来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他未来人生的意义 他也会更加的好起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未来还可以通过他的过程的改革 逐渐去推进他 去说到一个真的他爱国爱民 就是希望老百姓能跟安住乐业的一个国家 这是他应该做的 而不应该去自杀 他比什么自杀 对 法西斯的国家看起来强大 其实崩溃就在瞬间 所以去员如果说他能看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未来的人生肯定会另外有一番作为 他在历史上的评价 他也以为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我们是后人去分析他 然后去看他 好的 以上的话就是亏博士 然后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以上的几点 去员的三种最重要的精神 去员为什么不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爱国思量 以及去员为什么不应该投降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老师的观点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甚至是一些新的思考的话 就麻烦大家可以点击订阅关注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然后以后我们大家还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 也欢迎大家进行留言分享 然后我们一起进行不断的路漫漫其修演习 无将上下而求索 好吧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也欢迎大家能够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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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